基本上呢 已經上了幾次課呢 我想在那個 我們的論壇裡面其實都有啦 然後呢 另外雲端上面也都有所有的 之前上過的程式嘛 基本上我都有把那個程式貼上去 所以你只要願意花一點時間 回去呢 至少你要把什麼 把 把這個Eclipse打開來 現在應該沒問題啦 因為Eclipse還有懶人包嘛 你至少把懶人包解開來 然後如何設定 我想我們也講了非常多了 如果你忘了沒關係啦 回去再把那個影片 再稍微看過 我們今天是第10次上課嘛 所以你會發現已經羅列這麼多了 而且越來 你看 每一次內容其實我想應該也不算太少 這個上完之後 其實這就是一個數位的一個課程 所以外部的人很想要參加 但是進不來 我當然有條件篩選 目前的話有78個人 他想要加到這個課程 而且 不乏有一些是什麼 碩博士生 而且是什麼 統計相關科系的 金融相關科系的 或者是資訊相關科系的 反正因為Python現在 各個領域好像都可以用上 像 金融業他做數據分析嘛 統計 等等的 或金融3.0 那如果是像 科技業的話呢 像網路要抓資料 像那個網路爬蟲 或者是說現在工業界呢 現在也用他做影像辨識 或者做自動化 機器人控制 那個IoT 那我最近看到那個 一個朋友 他就把那個他做出來機器人啊 用程式寫出來 然後做一個 那個時候呢 他就寫窮人版的機器人 什麼 因為我看他都是用一些廢棄物 然後弄一弄 那個機器人居然可以 機器手背有沒有 就做出來了 真的可以 拿東西 比如說他拿那個杯子 甚至他 做了一個就是疊杯有沒有 比如說我們不是有疊杯比賽 對 那如果把那個做成一個什麼 兩隻機器手背 然後疊杯比賽 可以 比生人還快的話 哇 那這個是有賣點的 不過他目前疊杯只能疊三個 因為他那個是窮人版的 而且 那些都還蠻 一些那個 一些零件 也是還蠻安貴的 所以他就買一些 最便宜的東西 其實 這樣用Python來做呢 也相當的簡單 因為有很多的模組跟套件 你直接引用進來就可以使用他 不過前提是你要會用 那我目前用的 這個 外部的模組其實還沒有 我們頂多是內部的模組把引用進來用而已 然後後面還會用到蠻多 相關的東西 所以呢 今天的話接下來我們繼續來看 那因為我們的進度基本上 已經12345了對不對 那所以 網路上的論壇 這邊到9 有沒有 你也可以配合雲端白板 裡面所有的程式 回去呢 都盡量花一點時間 那當然你有盡量還是不要用什麼複製貼上的方法 好像 我們上個禮拜最後 講到就是像那個 那個串列 跟那個Dictionary 就是字典檔 另外配合什麼呢 開檔 開檔然後把資料讀進來 所以呢這個地方我們是一個Dictionary 然後 把資料讀進來 把它二合一之後 做出來結果 所以你會發現上禮拜最後是 先建一個空的字典檔 然後再去開啟什麼 開啟我們邏輯函數這個檔案 不過前提這個檔案一定要存在 那如果要絕對的路徑的話 你就在前面呢 補一個R就可以了 OK 好像還蠻多地方我看到人家都這樣寫 直接加個R 就可以指向 絕對路徑 不過前提是你的那個在 那個download這底下 要有這個檔 如果沒有那他就會出現錯誤 跟你講說這一行有問題 那把它讀進來之後再放在Dictionary裡面 所以 CSV檔 怎麼把它放到那個字典檔裡面 其實這邊就是一個很好的一個 一個範例 那你可以怎麼樣 把它 放在字典檔 甚至CSV怎麼轉成Jetson檔 其實這邊也可以 後面再加一個Jetson檔輸出 他也可以變成一個Jetson檔 反正 其實就Excel啦 CSV實際上我們講過 就是從Excel裡面 把 邏輯函數這個CSV 先做什麼 先做轉換 那這個轉換的這個檔案 基本上呢 我們好像是從那個 我們的 雲端上面 應該還記得 就是在 那個我們的 雲端白板裡面的範例檔 範例檔裡面呢 這邊有範例 範例檔 我把這個邏輯函數 這個把它 下載 下載之後再把它另存 另存成CSV 那也就是說以後如果說你的 檔案是Excel檔 你要把它拿到什麼呢 拿到那個Python來 做 那個處理的話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把它怎麼樣 另存新檔 存成什麼呢 CSV就好了 但是CSV有個 有一個缺點 就是說呢 它一次呢 只能存一個工作表 所以像這邊有這麼多工作表 你如果另存新檔的話呢 它只會 幫你存 第一個 第一個 所以如果說你要另存的時候 可能 像這邊這麼多 工作表 那變成你可能就是要 那個什麼呢 要 把它另存好幾個 分成好幾個CSV檔 才能夠分別處理 不過我在那個 VBA的進階課程裡面有提到 如果你要把這麼 這些 一鍵 把它另存成CSV也並不困難 我前面好像講過那個P次 存成CSV 也許你可以用VBA P次先存成CSV 然後Python再去讀取它 不就好了嗎 所以我一直強調 VBA跟Python之間的關聯性 並不是互相取代 而是應該 互相什麼 協同應用 比如說呢 VBA部分比較強的 那你乾脆就是用VBA 那如果是Python比較強的 也許你就用Python就好了 OK因為 當然它不是同一下功能 最後你這邊可以把它另存 另存成什麼 另存成CSV 那這樣的話呢 其實 我是把它一樣存在這個下載 按右鍵這邊可以編輯 這個路徑 然後把它存成什麼 存成CSV 這樣子的話呢 其實就可以直接讓Python 去做讀取的動作 但是它只容許什麼 一張 工作表 指的就是什麼 指的就是第一張 這個工作表 所以其他的並不會被輸出 那我們如果有存了之後呢 你就可以直接怎麼樣 利用絕對路徑 加上一個R 前面這邊加一個R 那就是直接 就是絕對路徑 然後分別把它切到那個 我們Dictionary裡面 再做一個讀取動作 那這個是最後講到的 那今天的話 接著我們後面 繼續再來看那個 其他的部分 那等一下請各位呢 先把那個上個禮拜的部分 先稍微做個重點 回顧一下 那待會的話呢 我們接著 繼續來看那個有關 檔案的一些其他的部分 再來可能就是資料庫 這個東西 最後是講到那個 Dictionary 有沒有 那其實如果要增加一個 一個 一個項目的話 基本上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一個key 加一個value 所以我們 如果要建一個key 跟他名字 後面就放個分數 那這個是那個Dictionary 字典檔的變數的名稱 所以如果說呢 我希望能夠 把 邏輯函數P次讀進來的話 記得就是把它放在前面 第一步先加一個空的 空的是連檔 然後呢 把它開起來 開起來之後的話呢 因為它裡面有一行一行的 再把它做切割 因為呢 為什麼要Sprint的斗點 基本上呢 你可以把它從那個 我們的 我們的哪裡呢 我們的那個 那個 下載的下載區裡面 可以按右鍵去編輯它 那你會發現呢 基本上 裡面呢 它就是一個 鬥點 中間分隔出來的 一個什麼呢 後面就有鬥點 這邊有一些鬥點 那 實際上 我就是要把這個切開來 那所以要把它切開來的話呢 基本上就是用一個Sprint 加一個鬥點 但是 它其實還有帶一些 換行符號 所以 上個禮拜最後 同學蠻認真的 就是如果你要把那個換行符號也拿掉的話 那其實 你可以用一個那個取代函數 叫什麼 Str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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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R-I-P Strip 你可以把那個Strip 加進來之後 就可以取代什麼 取代反斜線 反斜線N 那就可以把它拿掉 上禮拜的同學 就留下來 就是為了要找這個問題 其實還蠻認真的 那東西其實網路上Google 也可以Google的到啦 後面如果沒有用到 我們再來講 OK 那所以把它合併出來 最後就讀進來之後 就把它 再切出來 那你會發現 我把它執行之後呢 在那個什麼呢 在Excel裡面的那些資料呢 它就會被我把它 抓過來 不過它有一些 不需要的東西啦 主要原因是因為 我們這邊上面 好像也有一些 這些有的沒的 那你也可以把這些 有的沒的把它刪掉 要把它存檔 再把它怎麼樣 不過它現在把它Lock住 可能就是要把它再 儲存一下 可能正在開啟 這可能被Lock住啦 OK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 來做一個 那個 之前講過的 那個叫MANCE CAI 各位還記得吧 那這個MANCE CAI 如果說我今天呢 我希望做一個動作啦 比如說MANCE CAI的流程 基本上上面有個Suite 這個叫MANCE Suite 裡面的話就是 從那個什麼 從1月一直到12月 的一個清單 那這個清單的話呢 它是一個 List檔 可是問題如果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把這個List的部分 把它變成一個 外部的檔案 那這個檔案在哪裡呢 目前我看一下這邊我們有沒有MANCE的一個 檔案 目前是沒有嘛 所以你可以怎麼樣呢 假如說我希望 變化題 怎麼變化呢 看一下這個是Dictionary 也許我們可以 改成什麼 乾脆改成 外部讀取檔案 那外部讀取檔案的部分的話呢 也許我把舊的先複製貼過來 然後呢 裡面的話呢 我希望怎麼樣 先有一個 外部有一個檔案 叫MANCE TST 那這個MANCE TST呢 我可以怎麼樣 把它讀進來之後 然後呢 去變更什麼 就是 這個地方我本來是預先寫好的 那我希望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外部讀進來 也就是這個12個資料 那因為這12個資料裡面的話 我是把它放在雲端上 所以請各位 也許可以參考一下吧 我這邊有 有那個 本來它這個資料 那怎麼樣把它讀進來之後來改 請各位稍微試一下 那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好 非常好 謝謝 謝謝 小的 我